姐妹们,你们家里的黑米不要只拿来煮粥了 来试试这个黑米糕吧 特别松软 还有很浓郁黑米的香味 真的非常好吃 早上泡了点黑米来做一个黑米糕 孩子们都很喜欢吃 用到的配料我们家里都有的 做法也是非常简单 先把它清洗干净 再用破壁机打成米浆 打两个鸡蛋进去 180克清水 用果酥工人来打 再把它倒出来 我这里反复打了两次 米浆会更加的细腻 再往里面加入50克白糖 5克耐高糖酵母 和150克面粉 把它搅拌均匀 这样就好了 非常的细腻顺滑 醒发到两倍大 醒发了40分钟 米大盆了 这两天醒发起来真的好快 多搅一搅把里面的气体排干净 用的还是硅胶模具 先刷点油 这个很好脱模 转到模具的气氛了 我放这里醒发到9分嘛 表面放点葡萄干 也可以放其他的果干 再把它蒸熟 水开上锅蒸了20分钟 焖3分钟再打开盖子 然后脱模出来 很好脱模 一点也不会粘的 又香又卵 真的很好吃 马上就开学了 可以做一些冷冻起来当预备早餐 亭分 真的 也会 尖 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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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